火烧虾是将军青昆森一代的特产 也是一种季节性的美味料理 而东北季风开始也是火烧虾的产季 在产区一带已经可以看到波虾晒虾干的画面 一只一只将火烧虾的沙场抽干净 再用天然日晒的方式处理 制作过程可以说是费食又费工 我们这个火烧的 最重要的就是刷筷一定要抽干净 因为它的刷今天如果没有抽起来 它的刷所以一定要抽起来 它更没刷 它的制作过程很厉害 它如果要拍就要差不多在两天至三天那里 火烧虾因为没办法养殖 只能够海捞 全部都是纯野生的 因此也非常珍贵 它比一般的虾子更香甜 除了可以晒成肝 也可以变成口感较脆的虾仁 更是有许多家常菜可以将这种口味加入料理中 蝦干就是炒菜炒饭煮味都可以了 如果我们还是要配酒 我们就把它炒一个苍仔蒜头 蜂仔酱就很好吃 对啊 我们这来直接用烤的 吃完味的也是很好吃 其他的吃法也是有我们可以煮这个盆 虾干蝦干盆盆也很好吃 火烧虾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天然的美食 是别种虾子没办法代替的 除了口味香甜 季节限定日晒虾干的景象 也成为青昆森每年这个时节的独特风景 记者沈梦莹采访报道